海绵宝宝被大坏蛋盯上 差点被他搞死 比奇宝的世界末日到来了 一个大铁铲从天而降 把比奇宝连根拔起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呢 这原本是普通的一天 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射到比奇宝时 山迪就起床了 他一边骑着他心爱的小马火花 一边隐行高歌 唤醒了沉睡中的比奇宝 迎面走来的是海绵宝宝 他兴致勃勃地要为山迪展示自己的新绝招 王捕捏捏手 就在这时 山迪的潜水幅里警钟大作 好像有什么东西入侵了 山迪骑着火花 刚把海绵宝宝带到安全区域 就看到一个巨大的铁铲子从天而降 那铁铲子把比奇宝连根拔起 一时间山崩地裂 地动山摇 居民们吓得四散奔逃 当然逃命的时候也不忘遵守交通规则 谢老板惊恐地走进谢宝王 发现客人们惊慌失措 但章鱼哥倒是一派从容 完全有一种活着性 死了也可以的松弛感 谢老板也慌了 可是没人能阻止一切的发生 比奇宝就这样缓缓离开水面 山迪看清了大铲子上面的标记 是德州加尔维斯顿的 德科局海洋生物实验室 看着海底的大洞 海绵宝宝感觉自己的心 也被挖了一个大洞 比奇宝消失了 他所有的爱人和朋友都消失了 就连山迪的小火花 都只剩下半个身子了 山迪决定先打电话 跟实验室的同事联系下 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可不料电话接通 传来广告的声音 德科局的实验室 现在已经是嗨玩水上乐园的 一处分源 由蓝毛博士管理 山迪根本不认识那个蓝毛 广告播完通话中断 山迪被组织抛弃了 他决定带着海绵宝宝一起去德州 查看一下实验室的情况 把比奇宝的居民们救出来 山迪想蹭一架飞往德州的飞机 可他需要超强大的推力才行 于是正瞌睡就来了枕头 刚才大铲子打开了海底火山 一条水柱拔地而起 山迪和海绵宝宝的推力来了 山迪捡起两个大贝壳当作冲浪板 带着海绵宝宝顺着水柱一飞冲天 飞出海面的那一刻 山迪终于脱掉了穿着许久的潜水服 换上了漂亮的小裙子 正好一架前往德州的飞机迎面飞来 山迪抓住海绵宝宝跃上飞机的机翼 愉快地旅行开始了 可旅行开始的并不顺利 因为海绵宝宝脱水 变成海绵姥姥了 好在山迪早有准备 拿出保湿乳液让海绵宝宝青春涌住 很快目的地到了 山迪采用最原始也是最有效的方式着陆 他一脚将海绵宝宝踢下飞机梅 然后自己也跟着跳了下去 山迪打开双臂亮出了自己的滑翔翼 两人很快就滑行到了德科局的实验室上空 发现这里真的建了一个水上乐园 山迪正想将落下去查看究竟 却不料被一股强大的力量带走了 他们竟然遇到了可怕的龙卷风 山迪和海绵宝宝就这样被卷了进去 水灵灵地离开了实验室 等他们被龙卷风扔出来 才发现来到了距离实验室1000公里的地方 他们没有交通工具 也只能走回实验室了 山迪怎么都想不明白 德科局实验室抓走比契宝是想做什么呢 此时比契宝的居民们正十分恐慌 剧烈的震动已经结束 谢老板哆哆嗦嗦地出来打探情况 发现曾经温馨祥和的比契宝已经变成一片灰白 天空阴沉 水质浑浊 撞上一堵透明的墙 然后看到了一张大脸正向他靠近 他惊恐地跑回谢宝王 将自己经历的恐怖一幕告诉大家 这里有剧园 谢老板不知道 他们现在待的地方叫水族乡 德科局实验室的老大蓝猫博士酷爱 饲养各种有趣的海洋生物 所以他命人把比契宝也捞了上来 打算放在实验室里养着 只是博士的两个助手胖妹和兽哥 发现比契宝的居民居然逃了两个 海绵宝宝和山迪并不在这里 他们两只现在会在哪里呢 山迪和海绵宝宝正在前往实验室的路上 这一路走得十分艰难 德州显然不光有爬鸡 还有牛粪 一路走来味道一言难尽 更可怕的是他们遇到了拦路蛇 一群剧毒响尾蛇将山迪和海绵宝宝围在其中 为首的蛇大叔看着山迪直流口水 虽然只是小小的一只 但看起来还真挺可口的 山迪赶紧换装变身功夫松鼠李小迪 凭借功夫大战群蛇 只可惜好鼠敌不过蛇多 山迪最终还是被蛇大叔咬了一口 浑身肿得跟冲气玩偶一样 危急关头山迪吹响口哨开始咬人 一辆破旧的房车快速出现在大家面前 原来是山迪的爸爸率领家人赶到 眼看山迪被蛇欺负 山迪爸爸一声令下 山迪家人是马戏团出身 每个人的战斗力都超强 很快那群蛇就变成了他们手中的玩物 最后他们合力踩着一块巨石 如同滚球一样压向蛇群 让响尾蛇们强行褪皮 响尾蛇大叔赶紧率领众多光着屁股的蛇逃之夭夭 危险暂时解除 山迪妈将山迪身上的毒液吸出 山迪得救了 山迪爸不由分说地将山迪和海绵宝宝一起塞到车上 要带着他们一起去参加德州泰勒的瓦明特游戏 山迪一听就急了 他不能去泰勒呀 整个比奇宝都在德科局的实验室里呢 爸爸一听立刻表示支持女儿工作 全家转向 改去实验室 解救比奇宝 此时在实验室里 蓝毛博士正在对两个助手发脾气 那两个蠢货根本不知道 海绵宝宝对于他来说有多么重要 因为孩子们都喜欢小鱼 可是海洋宠物的销量却一直低迷 那是因为你就算在喜欢 也无法抱住那些小鱼们 但是海绵宝宝就不同了 他完全可以生活在空气中 能跟小朋友们近距离接触 完全具备作为宠物的条件 所以蓝毛博士想研究海绵宝宝 做出基因改造 培养出一群海绵宝宝一样的海洋生物 蓝毛博士的计划分为三步 第一步是给比奇宝的居民们 为特制饲料 改良他们的基因 第二步修改他们的基因 让他们可以呼吸空气 离开水生活 第三步是克隆这些海洋生物 让他们可以作为宠物 进入千家万户 所以他们接下来的工作十分艰巨 此时海绵宝宝和山迪乘坐的房车 行驶在前往实验室的路上 山迪看着车里的各种道具 一种熟悉感扑面而来 要知道他在成为科学家之前 也是跟着父母学习马戏的 看到道具山迪忍不住寄养 跟父母合作表演了几个招式 果然是宝刀未老 妈妈有点可惜 她一直希望把家中的马戏事业 传给最有天赋的山迪 可是山迪太热爱科学了 父母也只能尊重他的选择 并且为他感到骄傲 正是这样开明的一家人 才能养出山迪这样活泼可爱的孩子 比起山迪这边的和乐融融 比起宝就显得一片死气沉沉 小动物们都躲在家里不敢出来 只有匹老板悄悄爬出去 偷窥实验室里的各种设备 他看到了克隆机器 然后就开始做梦 当然在牛的匹老板 也要给老婆凯伦倒垃圾 这时候水足箱的顶盖打开 大量的肉饼从天而降 有大胆的小鱼尝了一口 天啊竟如此美味 主要是还是免费的 其他小鱼一听说免费 立刻冲了出去 抓住肉饼大吃大嚼起来 很快大家就撑得走步动路了 蓝毛博士命令助手将派大星 谢老板和章鱼哥捞了上来 开始第二步基因研究 这种研究十分痛苦 很可能会让小家伙们丧命 好在实验进行得十分顺利 三个小家伙竟然可以在空气中生活了 蓝毛博士十分满意 叫来了两个小孩 测试他们对新玩具的反应 果不其然 在熊孩子的手里 三个小家伙遭了殃 派大星被拉扯成了派掌星 章鱼哥和谢老板也变成了沙包 让他们随意丢着玩 最后看三个小家伙只剩下半条命了 蓝毛博士才大发慈悲地 让两个熊孩子离开 测试结果 小孩子对这种新的海洋宠物十分喜欢 另一边山迪一家人 还在赶往实验室的路上 突然后方警笛声响起 有警察追上来了 他们可不能被警察抓到 要是让警察发现是松鼠开的车 肯定要扣车抓鼠的 于是山迪的哥哥蓝迪大发神威 凭借两个小短腿 话因为落汽车已经飞出悬崖 刚好被龙卷风接住 这龙卷风就是把山迪和海绵宝宝吹来的风了 警车也不甘落后 飞出悬崖被另一个龙卷风接住 依然在山迪一家后面紧追不舍 山迪急了 扔出套索勒住龙卷风庞大的身子 然后扔出船锚 将龙卷风固定在地上 警车所在的龙卷风就这样水灵灵地跑到他们前面 一去不复返了 可是等山迪他们刚回到路上的时候 发现身后竟然追上了十几辆警车和四架直升机 刚才那警车不讲武德 自己追不上 居然还摇人 山迪爸一看对手太多 实在无法逃脱 就把山迪和海绵宝宝塞到了逃生舱里 321发射 结果他们太匆忙 只记得发射逃生舱 忘记给山迪带上降落伞了 好在山迪会滑翔 他们直接在水上乐园降落 山迪赶紧拿出望远镜 试图寻找实验室的位置 谁料他们的出现惹怒了蓝猫教授的宠物群 狗子追着他们一通狂咬 山迪和海绵宝宝吓得跳上水滑梯 逆向跑到滑梯最上端 却还是无法甩掉狗子 不够万幸的是 山迪站得高看得远 确认了实验室的具体位置 他带着海绵宝宝 张开双臂滑行而下 这下能甩掉傻狗了吧 没想到傻狗不愧是博士的爱宠 竟然不知道在哪边出来一个滑翔印 依然追着海绵宝宝和山迪 还是山迪激烈 将狗子引到间歇性喷泉上空 喷泉正好打中狗子 山迪趁此机会带着海绵宝宝溜了 两人飞到下水道入口 这里就是进入实验室的一个秘密入口 山迪带着海绵宝宝跳了下去 谁让那傻狗竟然也追了过来 山迪只能带着海绵宝宝走小路 找机会将傻狗卡在狭窄的下水道里 而他和海绵宝宝则被一阵强力的水珠冲走了 两人运气足够好 竟然被水珠带着进入了实验室的水槽中 在这里他们正好能看到被关在水族箱里的笔器堡 也见到了上蹿下跳的章鱼哥 派大兴和谢老板 他们竟然能在空气中呼吸了 小伙伴们还没来得及酗酒 海绵宝宝就被蓝猫教授的两个助手发现了 助手抓走了海绵宝宝拿去研究 同样都是搞科研的 山迪一看实验室里的器具 就知道蓝猫教授大概在搞什么了 他愤怒地痛斥蓝猫教授毫无人性 可瘦弱的小松鼠能对胖大婶造成什么伤害呢 最后山迪被关进了牢笼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海绵宝宝被带走 放进克隆基 蓝猫博士安慰山迪 很快家家户户都会拥有海绵宝宝了 虽然本体将不复存在 但新的海绵宝宝会组成一支军团的 山迪质问蓝猫博士为何如此狠毒 蓝猫博士表示 他从小就有个梦想 可以把海洋生物当宠物一样饲养 可是每次他将那些小鱼珊瑚们带出水面抱在怀里 他们很快就会死去 等蓝猫博士长大后 他学会了潜水 既然鱼儿们不能离开水 那就让我进入水中吧 可是没多久他就因为潜水 失去了身体 现在的蓝猫博士 几乎成了一个机器人 他便开始研究如何让水中生物离开水生存 蓝猫博士偷偷监视山迪和笔奇宝 利用山迪的研究成果加以改进 终于完成了实验 蓝猫博士终于能实现愿望 让全世界的小孩都能尽情地拥抱海洋生物了 现在没人能阻止蓝猫博士了 他将海绵宝宝投入到克隆基里 海绵宝宝的身体再逐渐分解 变成一个个小的海绵宝宝 蓝猫博士十分满意 等这些小海绵长大 就大功告成了 这时候蓝猫博士的狗子突然出现 他历尽千辛万苦终于爬回实验室了 显然他还记得刚才海绵宝宝和山迪的渴物 看到克隆基里那么多小海绵宝宝 一怒之下就推倒了克隆基 成千上万个小海绵宝宝掉在地上四散奔逃 蓝猫博士想抓回来都不知道从何下手 而这时候一只小海绵跳到关押山迪的笼子里 给他加油鼓劲 现在只有山迪能救大家了 不要忘记我们是如何千辛万苦来到实验室的 也不要忘记 笔七宝不是商品 不能随意出售 山迪突然斗志勃发 他不能背叛家人 蓝猫博士勃然大怒 他命令两个助手赶紧修好克隆基 而两个助手也被山迪他们的真心感动 决定不再助纣为念 他们帮助山迪从铁笼子里逃了出来 山迪踩着风火轮 撞倒了蓝猫博士 山迪趁机跳到了蓝猫博士的身上 将他的后盖掀开 对博士的电路板下了黑手 博士现在已经无法自控了 只能在山迪的操控下大跳霹雳舞 而山迪也趁机一跃而起 给了蓝猫博士致命一击 蓝猫博士跌倒 机械身体与头颅分开 他养得食人鱼张开血盆大口 一下将蓝猫博士的头颅吞了下去 这下蓝猫博士也算是求人得人了 这时候谢老板也有一个惊人的发现 他将克隆的小海绵合在一起 竟然能让海绵宝宝变大一点 这样如果把所有小海绵都合并 海绵宝宝就能复活了吧 大家正在忙活 突然装着笔七宝的水族箱掉了下来 可能是刚才的打斗桌子撞坏了 水族箱撞在墙上出了裂痕 海水鼓鼓地往外流 这样一来很快海水就会流光 比七宝的居民们就会窒息而死了 山迪想吹口哨叫家人来帮 可是他刚才打斗的时候掉了一颗牙 吹不出声音了 好在此时海绵宝宝合成完毕 他之前跟蓝猪学过吹口哨 虽然没成功过 但可以试试 海绵宝宝十分争气 一次成功 口哨声响彻全球 山迪一家人闻声赶到 大家跳到水族箱上 本来想像滚石头一样 将水族箱搬走 可是水族箱太重了 他们根本滚不动 还是科学家的脑子好使 山迪很快想出了办法 他找到一卷电线 又搞了一堆装备 终于组装好了一个小型发电机 接着他让胖妹和兽哥 将笔七宝放在只剩下半个身子的小火花身上 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 山迪一家和海绵宝宝 派大星 谢老板 章鱼哥一起踩动那个发电机 很快电量饱和 奇迹发生 巨大的水族箱飞上天空 环绕月球一周 又回到地球上 最后完美地回到了笔七宝森只 几天后 山迪家的马戏团在海底开始公演 海洋居民们十分捧场 这也是他们第一次看到如此高质量的马戏 所有人都欢呼雀跃 就连胖妹和兽哥都受到邀请 带着蓝猫博士的狗子前来观赏马戏 而蓝猫博士也终于回归大海 开心地在海底畅游了 这是一部想象力丰富的戏剧 从头到尾笑料摆出 善恶分明 轻松活泼 完全可以不带脑子的欣赏 属于解压影片 可是剧情安排有点量产的嫌疑 整个故事的节奏流程 似乎很像海底总动员 前者是尼莫被带走 他的爸爸马林经历千难万险去找到孩子 最后回归大海 后者是笔七宝被带走 山迪和海绵宝宝千辛万苦去找到他 然后回归大海 不过归根到底 这是一部低优的喜剧电影 简单直白的剧情应该很适合小朋友观赏 感谢观看